咱们继续来看这个十万英镑报名赛的决赛桌 冠军大概是 反正现在第三名啊 还有三名牌手 第三名都有一百万 一百多万英镑的奖金 哎呀 这手牌非常的好啊 徐亮是AK 我那A的一声 这终于来了一手大牌对大牌了 起个瑞瑟 巴那猫应该至少会尻 这牌就是他不是上帝视角啊 这牌其实AK推出来更好 巴那猫很有可能抓你这个短筹马的奥林的 但主要徐亮他不像咱们是上帝视角啊 他知道看到巴那猫是AQ 巴那猫抢下底持奥林 抢下短筹马的底持拿AQ 完AQ这牌别人 感觉感觉不太会啊 我感觉巴那猫会call啊 哦真的奥林了 真的这么做了 他就是用筹马的压力 给你压力打你的气牌率 而且我这个牌还赢一些 A10A勾什么的啊 A7牌 反正也不太怕就勾勾以下的队子嘛 那这AK肯定要call的 这不可能气牌的 call了啊 那这手牌 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啊 如果这个牌徐亮要赢 徐亮啊要赢了 1300万的底持 变成了筹马领先者 而且这个牌的胜率非常的高啊 他现在有六成的胜率 巴那猫只有29%的胜率 两个人各有10%的评分的概率 看巴那猫 徐亮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啊 也是稳扎稳打嘛 其实也没有太多的牌 什么牌能让他打得近一点啊 没有拿到那样的好牌 那这手牌真的是啊 现在的形势非常非常的好 徐亮先脖子上带的那个东西 感觉还挺好看的 看看吧 还翻牌 OK有一张Q啊 现在巴那猫只有4张10的出路 巴那猫现在胜率只有23% 而且还有方片啊 徐亮有张方片K 再发出方片的话 徐亮这牌也是非常有力啊 就会少一张方片10 看合 转牌一张7好的 扛顾啊 那接着呢 还有最后一条机 巴那猫只有14%的胜率啊 我们来看看合牌 合牌是 合牌是一张6 哎呦 不是 5 6 不是啊 徐亮 徐亮赢了啊 我有点慌了 你知道吧 我发现张6 我想我是不是看错了 他中A可以当5吗 中5的顺子了 我想别是这样 你知道吧 不是啊 虚情一场啊 我以为我前面转牌没看好呢 他买上 还买5 下顺呢 你知道吧 没有啊 吓一跳啊 那这里边现在徐亮就变成了超马领先者 有接将近啊 就几乎可以说是1300万的筹码量 终于也是等到了一手牌啊 徐亮其实真的打得不错 他真的运气不太好 前面中什么顶对 碰见别人的三条 还有什么牌来的 反正他都是很好的牌 就很冤家的那种牌 你知道吧 他都是比别人冤家的牌比别人小 然后他处理的特别好 看他那把AQ中了A是吧 巴那么中了三条十 他都没有输太多 前面还有一手AK啊 拿到AK 面对AA 他成功跑掉了 都是非常不容易的 翻白钱就跑掉了 在一个比赛当中 你AK碰见AA 我属于非常冤家的牌了 你知道吧 一般人都跑不掉的 那把徐亮非常敏锐跑掉了 这样一这种牌啊 AK你都气不掉了 就假设巴那么是AA 那把徐亮就真的跑掉了 这样也成功的啊 像现在变强筹码领先者 那巴那么相反就比较背了 这个东西不能太乱出 看看现在吧 徐亮是 还是第二名 YK羊这么多筹码吗 因为前面我记得看YK羊是1200多万 巴那么是1400多万 那搬 就前面几手牌 YK羊又搬回了一点 那总之而言啊 其实第一名和第二名 现在是没有差别的 这个是奖金啊 第一名是267万英镑 许亮现在的形势可以说是还是比较好的 现在巴那么是有点 有点筹码非常的不利啊 变成了短筹码 六七起掉是吧 太小了这个牌 好 许亮紧接又拿到一手非常好的AQ 他可以趁势起个瑞士 这里边比较不会信他 他刚赢了很多筹码浪一下 比较可能会以为这样 看样子是尽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起瑞士的时机 也是啊 有别人可能会觉得他筹码赢多了 万他再浪 实际上他是有牌啊 YK羊会不会起瑞士 好 YK羊起瑞士了 那前边刚有前车实践啊 巴那么的AQオリオン被搬那什么了 这里边AQ不到 会不会再起个三拜 其实确实是AQ 它是同色 有三拜的空间 但是前面刚有一手AQ碰 碰AK的前车之剑 看样子是个尽 没有没有赶起瑞士 还有他俩是筹码最多的两个人 现在尤其是他俩打的 就是可能会更互相的 想接近于先淘汰巴那么 这个牌发抖 颜色对了品种不对 YK羊要不要偷一枪 其实他这个牌也不是特别有必要去偷啊 他这个勾的对的 他应该还是要偷一枪啊 AQ应该会尽 其实他这个牌 YK羊也不是特别有必要去偷啊 吓得还挺重的 这个猪啊 许亮能不能成功的尻下来啊 这条街只要尻下来往后会简单一些啊 因为YK羊这个牌面 一般发出的牌 他都不太敢轻举妄动 YK羊 没有尻下来了 YK羊抢下来一个底吃啊 这枪如果AQ能尻下来的话 后边YK羊这牌 他也不太敢动的 真是 你看这裁判发牌子的头都没有头发了 应该不管是裁判还是发牌子 他肯定都玩的都不喝了 肯定是废头发 还有一个现在嘛 我看一个有个人说一句话 就是以后什么洗发水 不都是什么联合丽华呀 什么宝洁这种公司吗 做洗发水 说以后肯定会被新的公司取代的 就是因为以前的人 他很关注自己有没有头脾气 现在的人关注的是自己还有没有头发 这么说的 我觉得还挺 有点搞笑 还挺有点道理的 有些道理的 又是三张黑头 上把发出来 但是不可能有A不可能 他可以逃上把 还看这手牌吧 还看这手牌吧 现在有点筹码量去用 这前边巴那摩一直用筹码量打去量 现在去量就是用筹码量去打巴那摩 30万的底持直接下20万 有点就是明抢的意味你知道吗 但巴那摩没有派他也搞口不动 这个牌面真有一些明抢的意味的 比方这个非常吓人的牌面 我下20万筹码这么多 你靠不靠 看看YK羊这手牌拿到比较不错的KJ 应该是一个平尻啊 这牌虽然看起来还不错 但是不太具备起瑞斯的牌力 6-9也还行吧 这个6就是有些矮啊 但和9还相对而言比较近 这种牌还不错的你知道吗 一般这样的牌你也很难输很多 你一旦击中了顺子 你很有可能赢很多 但这牌就是不容易击中顺子你知道吗 6太矮了不太容易击中顺子 还有一点就是有时候你种个什么6一对9一对 就是会很容易比对方小啊 像这种情况可能会 哦 许亮一手牌很快的就跑掉了 还是跑得非常干脆的 可能有一点的原因也是有点像之前的巴那麽你知道吗 也是面对YK羊这样的下注 他也跑了你知道吗 有筹码领先者和领先者 有筹码比较多的两个人 他们不愿意过早的太对抗太多 前面有一手牌也是发牌是788 把这巴那麽中了一个7啊都没有尻尻尻尻尾 在翻牌就没有尻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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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 其实那手牌是quiera的一个偷鸡啊 都没有尻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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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尻尾 看了看你外在表情,你幽默,是不是大牌,还是要起瑞士 巴那摩,以巴那摩的性格,大概率会弃掉这手牌 这手牌本来就不太适合跟瑞士,巴那摩是那种打牌比较稳的人 他就更不会拿这种牌去尻啊 大概率的情况是这样 我们来看看这手牌,K7同色,其实我觉得还是气调会比较好啊 就没有必要在不利位置去玩这样的牌 最差的位置,那这样的巴那摩是AJ 看看这手牌吧,想玩也没有多大毛病的,K7同色,去玩一玩啊 我觉得这个牌还是位置,因为它是最差的位置嘛,可能可以稳一点啊 但玩也没有毛病的,那这手牌非常的好啊,击中K 你看K7要拍枪啊,15万,巴那摩这牌可能,很有可能会尻一枪的啊 哦没有啊,还是不浪啊 因为我为什么觉得巴那摩有可能尻一枪呢 因为徐良前面也这么抢过巴那摩 然后紧接着又这么抢一手 就没隔几手牌啊 我觉得巴那摩这个牌是可以尻的 应该是个卡顺吧,有卡顺好像是 还是他也有高张是吧 所以我以为他会反抗一下呢,你知道吗,巴那摩 看看这手牌啊,67 哦,这手牌不错啊,徐亮子,徐亮子这手牌很好 这要发个什么A78,屌炸天啊 哈哈,应该是很难发出这种牌啊 我发一张A带一张7,发一张无关牌,也非常好啊 看翻牌,勾圈圈 那这牌巴那摩过,徐亮又会下注啊 那这里边巴那摩这个牌 不知道他会不会还弃牌啊 巴那摩自己主动下注啊,下注十万 徐亮应该会尻啊 甚至这牌会有可能,哦,要弃掉吗 甚至这牌他可以raise的 ABB秒 我看看你到底什么样的牌力是吧 这里边对方也有一些弃牌率啊 哎呀,那张转牌发的太不好捞啊 给队齐烟了 那这样子不透,徐亮会不会转透机啊 巴那摩这牌 也没有啊,徐亮知道,他现在的牌完全没有参牌价值 徐亮要不要偷鸡呢 这张8其实也是一张没用的牌啊 击中对8和不击中没有区别 徐亮应该是有点想偷鸡啊 会下多中的注啊 那这个注应该会 这个注还是太轻了 应该会尻的 他这个牌只有下中注才有可能偷下来 不错 其实徐亮就是有点 这个牌有点演自己是一张钩 你知道吧 他在演自己是一张钩 但是这里边不太容易被相信啊 你一张钩你有点怕圈是吧 你又觉得你领先 你有一张钩 你就是想稍微打点价值啊 不过这个注还是 作为偷鸡的话还是有些轻啊 不过也有好处 当做个广告了 当你后面在偷鸡 在偷在真有牌的时候 别人可能会怀疑 你是偷鸡啊 哎呦 打那么拿到了一手非常不错的对时 徐亮已经要把牌扔了啊 就等着他把筹码扔下去呢 好 Viking Yang这牌也非常的不错 甚至有可能race 但是我觉得他会check的概率大 哦 他真race了 真的race了 我就觉得这牌是一个可以race的牌例 但我觉得Viking Yang 也是因为现在巴那么筹码少了 现在Viking Yang也想更多的进攻进攻巴那么 去剥削一下短筹码 这里边对时 他这里边肯定是至少是尻的 有可能call有可能allin的 甚至他也有三bat空间啊 他这里边有三bat空间 其实我觉得对时这样的牌还是三bat更好一点啊 就是加注150万啊 他们可能要真三bat 可能他们会比这个注大一些啊 加一个什么180万 但是我觉得这牌 可以打的激进一点你知道吧 作为短筹码 加个150万的这样的race 翻牌后有主动性啊 就比如这样偷一枪 但是他会倒霉啊 反正啊这Q会两对 会损失的更多啊 但实际上呢 我那么打会主动一点啊 这个牌 他也不会损失特别多 比如假如150万变成300万的筹码 下个二分之一抵持 再少 反正怎么着呢 就是短筹码会激进 但牌有时候发成这样了 而且他三bat很有可能AQ翻牌 就被打跑的你知道吧 QK啊这个牌 翻牌就会 看不到翻牌啊 翻牌前就会被打跑 要真的对时别人奥利了 就和别人接奥利了 我还是看这手牌吧 这手牌对时很难去尻的 我应该会弃牌了 这牌很难打 这枪尻了 你往后怎么办呢 转牌合牌怎么打 不发出勾 很难发出勾的 我真尻了吗 不是这个牌往后怎么打呢 我想知道 不发出勾怎么办啊 别人再偷你或者怎么着的 你也没有办法 发出一张A 这张A其实并没有太多的 改变什么局面 但是有 如果巴那么 是AQ这样的牌啊 只是怕AQ啊 因为石钩 他本来就是天顺啊 这里边YK羊 觉得还是偏向于会下注啊 这里边其实你要真要忌惮 也可以下的不是特别重啊 其实巴那么在flop的跟注 我觉得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他这个牌 只能就相当于拿 拿那个 抽马量去买卡顺啊 买一箱卡顺啊 我再下注他也是跟不动是吧 巴那么就是有点陷入自己的主观了 你知道吧 他翻牌的时候就觉得 你是在利用这个牌面在抢我 去选择call啊 但实际上他这个牌是往后打非常难打的 因为发出任何的牌不是高 他就非常难打了 他应该是有多少有点情绪化了 你知道吧 他虽然表面上没有表现出来 但他短筹码就是 比尔一再一再的在抢他的底持 前面徐亮 抢了他两手 完有一手牌被他抓鸡了 他发现也是在抢他 完事儿这里边现在他又 就是他就是怀疑 比尔一直在剥削他一直在剥削他 他所有的看他的世界看到的全都是这样 是吧 他又觉得这首歪羡羊也是在利用他的筹码优势在抢他 所以他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其实这样的决定就是有些情绪化的 你要真的就是 看看我前面的视频啊 就最近的 你看其实 在巴那么的视角里边 其实比尔一直在想抢他 有点是徐亮啊 当然这里边也有 也有歪羡羊 就一直在抢他的 在剥削他 在剥削他 他看到的视角全是这样的 德州伯克很难不情绪化的 我跟你们说了 但是你随着不断的打盘 你可以慢慢把你的情绪控制的越来越好 有些时 其实有些时候打牌你自己情绪化的 你可能有时候你自己还意识不到 你知道吗 有些时候会的 这时候 这牌其实 感觉要不然就干脆推奥链的 比瑞斯还更好一些 但这首牌 徐亮这牌 就不会损失太多 这首牌 不太打得了瑞斯 光瑞斯就会气啊 你知道那边 筹码还没放呢 徐亮这牌就被气掉了 那好吧 咱们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啊 咱们下次再见 咱们下次再见 再见 咱们下次再见 咱们下次再见 咱们下次再见